哈囉我是陳寧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我是寧官 歡迎我們注視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 快要扣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昨天晚上美國CPI通膨 高達7.5個百分點 10年起供債殖利率直接飆破2個百分點 這40年來新高的通膨 使得拜登民調再度破底 而且CNN是最親拜登的這一個媒體 今天最新民調56%的美國受訪者 認為拜登身上一無是處 美國局勢非常複雜的同時 拜登今天接受NBC專訪 他說烏克蘭可能迅速失控 現在外界觀察 整個二月底之前 俄烏的局勢恐怕最為緊繃 而這樣的緊繃的同時 也牽動著台海跟西太平洋的 這一個軍事局勢 同一時間北京動澳期間 解放軍的飛機四度老台 引發外界的不滿 不過今天統戰台灣四連發 他有最新一發 這一個過去曾經在台灣唸書 台大出身的藝人陳竹英 真的入籍中國 那入委會就準備直接幫他出籍 這背後會帶來什麼樣的政治軍事 經濟的變化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董立文老師 大家好 再來是周百千醫師 大家好 再來是陳敏鳳 大家好 再來是謝承諺 大家好 再來是黃鵬蝦 大家好 再來是黃世忠 大家好 好 我剛剛講 昨天晚上美國的通膨來到40年新高 高達7.5個百分點 這引發全世界 這一個金融市場的大震撼 同時全球的升息壓力一波又一波 而今天最新的壓力是 拜登本人接受媒體訪談的時候 他說烏克蘭的局勢隨時可能失控 好 是從剛剛看到的是 拜登接受專訪的時候 他說烏克蘭的局勢可能隨時失控 而昨天晚上失控的是美國通膨數字 40年來新高的7.5%的這個通膨數字 使得今天CNN的最新民調 56%的受訪者認為 這個拜登執政一無是處 但是現在拜登是直接公開警告 他認為烏克蘭的局勢隨時就要失控 沒錯 事實上對拜登來講的話 可以說是烏漏偏逢連夜雨 除了美國的通膨居高不下之外 事實上俄烏目前的邊境恐怕也有失控的危機 昨天拜登在接受採訪的時候 他就說發出警告 他說軍事行動坦言事情可能會瞬間失控 要美國公民儘快的離開烏克蘭 他說如果俄羅斯人跟美國人開戰的時候 會是一場世界大戰 那現在大家都把時間焦點注意到2月15號 因為2月15號是烏東這邊結冰的最高的時間點 過了之後可能就不會再有結冰的這個狀況 此外就是說俄羅斯的空降師的司令也抵達到烏東的邊境 所以看起來的話烏克蘭的局勢 你有可能如同拜登所說的會瞬間失控 但是目前的為止來說 照理說美國應該是這個國務卿 應該在烏克蘭這邊歐洲這邊穿梭才對 因為目前事情的重心是在烏克蘭這一邊 但沒想到最近的布林肯他並沒有到烏克蘭或是到歐洲 他反而在這幾天的時候抵達了澳洲 那為什麼要抵達澳洲呢 因為每日印澳四方會談的外長級的會議 中會在這個地方舉行一個相關的這個峰會 所以言下之意來說的話 他在拜訪完了這個澳洲之後又要到斐济 然後斐济他是大概1940年來第一次訪問斐济的國務卿 然後緊接著要到這個夏威夷 所以他處理的事情都是亞太都是印太的事情 反而跟這個烏克蘭是沒有相關的 所以到底美國真正的態度是什麼呢 可能在他的心目中裡面來說 目前的這個抗中可能還是一個優先的這個順序 好那除了這個布林肯的這個動作之外 事實上現在這個臨近俄羅斯的諸多國家 他們都開始擔憂起這個俄羅斯的入侵 所以反而都開始公開的呼籲說 美軍你要來幫幫我們 我們今天講立陶宛 立陶宛的總統呢 這個老塞達呢 他這幾天就說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呢 立陶宛他都有所謂德國的部隊來這個地方 另外一個美國會用這種所謂輪調的方式 駐紮在立陶宛 約末五百名的這個士兵 但是呢他現在就說 因為我們面臨到這個 這個所謂俄羅斯的這個 咄咄逼人的手段的時候 我們要確保安全 所以他現在呢 立陶宛準備跟美國要求說 你永遠駐軍在我們的美 這個立陶宛這個地方 那除了立陶宛之外 丹麥也是一樣 因為事實上丹麥是控制整個波羅的海海峽 這個地方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 那尤其是這個只要說這個 這個俄羅斯的波羅的海陷阱 穿出去的時候都會通過丹麥 所以丹麥也認為說 我也要好好的加強我自己本身的國法 所以呢現在呢 這個丹麥可能會跟美國達成一個協議 那未來可能在幾個軍區裡面呢 會有美軍進駐到丹麥 甚至呢很多港口啦 或是機場可能不排除讓美軍使用 好那除了這個立陶宛跟丹麥之外 還有一個國家就是斯洛伐克 那斯洛伐克最近呢 當然跟台灣的關係在升溫之中 那麼現在呢 他們的國會通過一個 跟美國的這個國防合作協議 他允許美國呢 如果必要的時候 可以使用斯洛伐克境內的兩座機場 一個叫做斯利亞旗 還有這個馬拉基茲的這個兩個機場 那此外呢 這個機場如果使用的話 當然是距離這個烏克蘭是相當近 所以你看到其實 這些國家裡面來說的話 都已經擺出了 願意讓美軍進駐的這個態勢 那當然啦 我覺得目前的這個烏克蘭的局勢呢 跟台灣到底有沒有關係呢 事實上如果這個最近一段時間 我們到普丁不是去訪問中國嗎 那同時跟中國達成了非常多的協議 於是就有人說呢 這個烏克蘭真的打起來的時候呢 會不會台灣也受到牽連 那當然這個是有心人士的這個說法 但是最到底怎麼樣來說 在未來不論如何啦 在中國烏克蘭 或是說在美國三方的這個狀況之下 台灣問題 台灣一定是地位會越來越重要的 好 那除了這個我們台灣的地位 越來越重要之外 事實上從去年開始 包括說像波羅的海的三小國 或是法國的相關的這個議會 有來訪問台灣之外 最近期二月底的時候 我們要迎來什麼 迎來英國的這個國會的這個參訪團 那這英國國會的參訪團 主要是由英國外交委員會 他們所發起的 那為什麼要來到這個地方呢 主要就是因為 第一個他們要參考 就是說台灣處在這個抗中的最前緣 那我們要怎麼樣來 這個未來英國怎麼樣來制定 這個抗中的相關的這個政策 那同時之間呢 他們也在這個辯論會中 因為我們知道 這是第一次的 有在這個台灣議題 在英國的下議會裡面 有兩黨辯論的這個狀況 那同時呢 他們也盛戰了說 台灣的這個科技非常好啦 對台灣 對全世界有非常重大的貢獻 所以這個二月底呢 來訪這個台灣呢 將是英國非常 跟台灣關係升溫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察點 中國內部也有學者 目前就說 要建定立一個所謂的統一法 來應對台灣的局勢 他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就說我們要 治統台灣 橋統台灣 他當然講到說 因為目前台灣呢 是用跟美國關係交好 那台灣是一美謀獨 然後美國是以台制法 所以他們一定要 好好地掌握住 統一的相關的這個進程 他就說呢 未來可能不排除說 因為我們知道 1950年代的時候呢 這個金門砲擊是 打給全世界看 打給這個美國看說 我們要這個金門這塊土地 那他們就說 未來可能不排除 要讓共軍飛過台灣 即使是 即使是會插槍走火 我們還是要這樣做 跟當年砲擊金門一樣 所以你就知道說 其實中國的這個文攻武嚇 或是說中國要這個 制定這個統一法 他對這個台灣的野心 其實還是沒有放棄的一個狀態 好 那我請教彭孝大哥 普丁跟習近平統一戰線之後 現在對美國來講 烏克蘭的局勢 確實直接連動 西太平洋跟台海的局勢 不過拜登今天事實上 是直接公開地講 烏克蘭的局勢可能隨時都要失控 是的 這個烏克蘭這一局 坦白講非常的烏龍 今年是虎年 虎加個口叫做 糊弄的虎 為什麼呢 因為大國之間的角力 包括說很多國際關係的互動 這裡面有很多是 虎弄的成分 所以到底烏克蘭的這一局 俄羅斯是不是會爭動武呢 或者是美國的態度怎麼樣 這個北約的態度怎麼樣 大家覺得看不懂 一直說俄羅斯會動武的 是美國跟烏克蘭 然後歐洲其他大國 好像都不以為然的樣子 但是說實在 拜登是個美國政壇上 有名的笑面虎 他就是經常保持著 一個很有善的微笑 他在美國的參議院的外交委員會 搞了幾十年 所以說他對於這些外交 國際的政治的問題 他非常的鮮熟 特別是布林肯 他對歐洲的問題很了解 北約 歐盟 為什麼要奉美國為老大 是因為什麼 不是因為說 跟美國什麼文化接近 民主 這個什麼 不是這樣子 而是因為害怕 因為害怕俄羅斯 或害怕前蘇聯 所以大家要八個老大 請你當我們的保鏢 所以美國才當老大 那麼今天 俄羅斯這樣搞 對美國來講 他心中窃喜 因為在現在這個世界裡面 沒有哪一個國家說 哎呀我武力強 我就能對另外一個主權國家 我要入侵你 你動動看 美國現在態度就是這樣 你看 一直這幾個月以來 美國跟俄羅斯的任何的談判 不管是他副國務卿也好 布林肯也好 包括拜登也好 一步不讓 然後拼命放風聲 好像說 這個現在可以怎麼樣 然後美國不會來 你們 這個美國的僑民 你自己要趕快撤離 好像說 請軍入瓮 好像是一個空城祭的樣子 那為什麼 在這種狀況之下 俄羅斯的總統 反而講說 我沒有說要動手 俄羅斯的外交部長 也一再講說 我們沒有要動手 俄羅斯駐聯合國的大使 也強調說 我沒有要動手 那你搞這一局是幹什麼 這就是 普丁學川普 所謂的極限施壓 他搞了一堆的 這個坦克車 一堆的武力 擺在這個 俄國跟烏克蘭的邊 這個邊緣 好像是對烏克蘭要怎麼樣 但是說實在 美國很了解 你不敢 第一個 你是個國際大國 你不是像中東那些小國家 打來打去 沒有關係 大國動見觀瞻 不是說你打了就算了 你沒有正當的理由 今天不是說你國家大 你武力強 你就能夠動手 第二個 台海的問題 台海問題跟 跟烏克蘭問題 坦白講 風馬牛不相及 為什麼說風馬牛不相及 烏克蘭是平原 烏克蘭波蘭 是歐洲大平原 這個平原 說實在 你看 二十四大戰 德國跟蘇聯之間的戰爭 主要都是在烏克蘭 在擺俄羅斯打 為什麼說 先要把波蘭瓜分掉 因為 波蘭這些都是平原 都是很好的通道 對不對 所以 那現在為什麼 俄羅斯緊張 覺得不安全 因為 自從 俄羅斯 這個 這個 前蘇聯解體以後 等於是 把烏克蘭 便推到 歐洲這邊去了 讓 俄羅斯覺得說 你現在 如果說 你在我 你參加了北約 或者說 你部署了中程導彈 那離我莫斯科 五百公里 多麼近的距離 然後這個 中間也沒有什麼屏障 所以 對他而言 他是有恐懼的 但是 對烏克蘭來講 他也希望 借著美國 借著北約的力量 把烏冬的問題解決 把克里米亞半島 能夠要回來 但是 德國也好 法國也好 我也知道 你想幹什麼 所以才跟你 才想說 我們不會介入 對不對 所以但是 這個問題 不管怎麼樣 都發展下去 使得你看 烏克蘭也好 波蘭也好 立陶宛也好 另外其他兩個 波羅的海小國 大家都緊緊的 跟在美國的背後 美國的霸主地位 在歐洲 得到更進一步的增強 然後俄羅斯 你得到什麼 我跟大家打賭 15號以後 他乖乖撤兵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 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俄乌局勢 還在惡化跟緊繃 拜登今天直接警告 烏克蘭可能迅速失控 不過呢 這個時間點 北京冬奧期間 事實上解放軍的飛機 四度老台 而今天統戰有最新進展 這一個陳竹英 要入籍中國 求仁得仁 那陸委會就這一個 給他撤銷 我們的國籍 董老師 好的 是的 你看在一個月內 我們接連看到了 本來是演員的方方 他講那個什麼 打台灣兩巴掌 然後呢 歌手 台灣的歌手 蕭敬騰 在這個中國的節目上 講說 他這個回家了 再過來 就現在又看到了 這個陳竹英 他也是個演員 他放棄了 這個我們中華民國的國籍 最後啊 當然黃玉婷 現在看起來 我們這個東奧的 這個選手黃玉婷 他也說 這個 這個 組場比賽 等等這種爭議性的事件 那 這個王丹 他是從中國大陸出來的 王丹就說 這四件事情不是個案 不是單一事件 如果你這樣看的話 你就不了解中共了 他認為 這個是預示了 今年中共要召開20大 今年年底嘛 中共20大之前的 對台灣的認知作戰 的開端 我贊成王丹說的 其實我在這個節目 也早就說了 今年的這個 中共的對台政策呢 他只做兩件事情 一個就逼統 逼迫統一嘛 那逼迫統一的第一步 就是逼迫所有台灣人 你要選邊站 這個選擇的 那個選項只有兩個 要嘛你就統一 要嘛你就台獨 沒有中間選項的 那麼先逼在中國大陸的台灣人開始 所以說那 這我之前講過 一個就是逼迫統一 逼統一個是裝統 就假裝現在已經統一了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等於是說 先逼 先逼迫在中國大陸的台灣人表態 裡面呢 先跑出來的 是找這個自告 這個志願者 所以你可以看到方方 他有公開的說 他說他是心甘情願的 那很不幸的 就是說 我可能要告訴所有的人 也告訴方方 即便你是心甘情願的 這還是一個蠻恨的壓迫的形式 為什麼 道理非常簡單 要改變認同 要改變國籍都一樣 是你個人的私事 你不需要對外講的 現在是倒過來 因為你改變認同了 因為你改變國籍了 卻被中共拿出來高調宣傳 而造成台灣的極度憤慨 要想想看這是為什麼 這就是蠻恨的逼迫 只是利用你而已 那從這個角度來說呢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尤其是針對最新發生的 這個陳竹英的事件 就是說在一個 民主自由的國家裡面 你要改變認同 你要改變國籍 不是問題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陸委會 他說尊重 因為這本來就是 我們的公民權利 我們的政治權利 跟公民自由 這恰巧就是台灣 最近在國際的 很多組織的評比上面 我們台灣名列前茅 政治權利跟公民自由 名列前茅的原因 剛好就體現在你們身上 你們要變 我們的政府是尊重 不說第二句話 但是問題是 你怎麼會回一個 陳竹英 你怎麼會回一個 求之不得 我聽不懂這句話 為什麼 道理也很簡單 改變你的認同 改變你的國籍 不是問題 但請你不要 羞辱 糟蹋 你自己原本的國家 你的母國 你出生的地方 養育你長大的地方 你不要羞辱它 道過來說 除非 除非你能夠列舉出原因 這個國家 或是你的成長之地 哪裡對不起你 有 有很多這個案例 中國有很多流亡者 受到這個中共政權的迫害 他不得已 他流亡 他可以列舉出很多很多原因 國家侵害他 所以他不得已 他放棄了這個國籍 台灣有這種現象嗎 中華民國有這種現象嗎 一樣的 就是包括方方 包括陳竹英 包括蕭敬騰 要請問你一句話 就是說你要改變認同 國籍不是問題 不要羞辱 自己的母國 不要去羞辱 自己原來成長的地方 這個就是人格問題了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辯解者 為什麼我會說那麼重的話 你羞辱台灣是為了討好中共的話 你就是人格有問題 你就是辯解者 那在這裡呢 其實我還是很善意的要勸這些人 你要了解中共 就王丹講的 你不要不了解中共 你一定要知道中共是何物 中共是一個專制 沒有人性的政權 你今天變成一個辯解者 然後我勸你要低調生活 不是因為說台灣的社會 對你有很強烈的憤慨情緒 不是這個原因 而是你要小心中共 或是中國人民 對你的利用跟懷疑 對不對 因為這種有太多案例了 就是說呢 那個地方 中國大陸是一個 沒有公民權利 沒有個人自由的地方 作為一個演員 你是隨時可能失蹤的 這個陳竹音事實上還求仁得仁啊 他還真的錄了中國籍啊 所以 有很多人事實上是 對我 只要中國錢 沒有要中國籍 我剛才講啊 其實像今天喔 我看到中國的媒體 去爬梳那個古艾琳的國籍 發現喔 他可能做了一個 我們用台灣的形容詞來形容的話 他就是一個特殊的專案 意思就是說 他事實上並沒有放棄美國籍 可是呢 他要演成喔 這一個錄了中國籍 代表中國選手 為什麼 因為中國市場真的很大 他現在都代言LV 這一種A咖的品牌啊 他這一波代言費 至少拿好幾億啊 講古艾琳 我就用古艾琳的案例 來作為一個 他們的四個人 剛才這四個人的導引 你看看古艾琳說什麼 他說 我是美國人啊 你一看我 你能說我不是美國人嗎 這句話有道理啊 然後他後面又說 我也是中國人啊 我媽媽就是從小就教我中國文化的 哎呀 我就這個高明 就是說他沒有得罪美國 我跟他說了 你要改變的認同 改變你的隊伍 你不要回去羞辱 糟蹋你的母國 古艾琳沒有 他說我還是美國人啊 只不過他今天 他要代表中國隊嘛 他認為那是個偉大的地方 等等等等 他那個是另外一個故事 所以他美國籍還在 然後他還準備回去史丹佛念書 然後還回美國 所以他要享受美國的好處 但是他在中國撈的這個代言費跟爆紅之後 接種而來的商機 那個也不是一般的美國女孩 美國明星賺得到 這就是重點 人家高明到這種地步 還可以保留到他 保留其他的美國籍 然後呢 還留好了退路就對了 那邊狂撈一筆 中國狂撈一筆 能撤就撤 哎 這個我稱讚他聰明 重點是嗎 我還是強調一句話 你要改變認同 你要改變國籍 可以 不要去修辱你自己的母國 更糟糕的是 你要改變認同 改變國籍呢 你修辱你的台灣 修辱你的母國 你還要占台灣跟母國的便宜 那個叫不放棄健保 那就更令人痛恨了 那叫不止憤恨 所以陳竹英還比較值得肯定這樣子 不是 他也不值得肯定啊 只不過他這一點還是有點骨氣 乾脆一點 有點骨氣 你便捷就變得徹底一點啦 就是應該是這麼說啦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喔 這個選戰喔 事實上越來越白樂化喔 那我請教敏鋒喔 這幾天喔 因為郝龍斌講的 這一個成事不足 敗事有餘喔 這引發民眾黨跟黃珊珊的反彈 對 所以民眾黨就是這個大反彈嘛 那所以說那個什麼藍白和 大概就已經全部破局了嘛 那你現在就是看這個柯文哲上面 他支持 因為他基本上他個人還有一些支持度啦 但是到了選戰的時候 還是要檢視整個市政的這個成績嘛 如果你市政做得很差 你支持黃珊珊 黃珊珊反而覺得很倒楣 我乾脆把宋楚瑜拉出來支持我算了 我幹嘛要支持那個 為什麼要柯文哲來支持 所以目前就是 就我覺得這個台北市的局勢呢 很清楚的 已經算是訂了 就是沙喀都 然後這個就是陳時中 黃珊珊跟蔣萬安 那你現在呢 就是黃珊珊跟陳時中 我們可以看到他有政績的表現 不管你怎麼樣的評價 反正他在這個他有 他至少每天有曝光跟回應防疫議題 對 黃珊珊也有 他副市長也有 現在唯獨就是蔣萬安 蔣萬安這個疫情的期間 他就已經神隱很久了 然後也沒有什麼這個比較大的一個支持度 然後在公投的議題上面 他也沒有論述 那大家就覺得說他到底在幹嘛 那他就說他在準備啊 團隊都找好啦 什麼這樣 可是有人看過他的團隊 就覺得好像很不OK的感覺啊 然後也開始請吃飯 可是請吃飯第一天被曝光之後 他就不敢再吃了耶 就是 或是說吃飯的時候就不敢再講得很白了 那最最後一次的部分就是那個蔣經國 進化園區成立的時候 那個蔡英文幫他扶了一把 就說蔣家是反共保台 那問一次就說 你蔣家現在就是有些電視台在 在講他的家事嘛 就說你到底是不是姓蔣 你到底是不是蔣家的血捧 或是血脈等等 那我覺得對於蔣暗文來講 他是 雖然 蔡英文有說他的 蔣的祖父是反共保台 但是他對於台灣那一段歷史 他還是要有主觀的論述 因為像我昨天有看 你覺得他可以迴避這些尖銳議題 一路迴避到投票日當選嗎 我覺得他這不可能迴避 我覺得對於蔣暗文來講 他有兩個重要點 就是他整個蔣家在台灣的這個史觀上面 他個人怎麼認知的 他對於這個曾祖父或是祖父的這個行為 到底是說怎樣的一個情況 我昨天有看到一個蔣家後代 他應該不是講經國或是這一訪的 他是可能講介石的兄弟的隔房這樣子 他就有清楚的論述 他對於這一代的這個一個看法 所以即使我覺得蔣暗文就說 他雖然就是極力的在這個做一個神引 或是在做什麼準備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看過 他對於蔣家這個這幾年 就是說這幾十年 在台灣的論述的一個表示 那你包括你228的東西 你到底要怎麼表述 這個東西也許如果你不是 你選立委大家不會要求你表述 可是你看看 像馬英九選這個台北市長的時候 他有對228的這個事情 他有表述 那你講問他你到底要不要表述 這個東西就是變成他一個很大的一個考驗 那如果你講錯一句話 我覺得你這個家族的這個選員 到底是立還是幣 真的不一定 那當然就是大家覺得他的主見 他的這個政見 跟這個對臺北市藍圖的破壞 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你現在就是躲著 然後就覺得好像 我一出來就好像是在全場轟動 每光都照在你的身上 我覺得這種思維是很危險的 任何人選舉一定是一定的放風聲 就說我這樣子想好不好 然後就有一個reback回來 就說我這個好還是不好 然後你就要修正 所以你應該是從現在開始 就是一點一點的放風聲才對 就是說我講家論述要怎麼講的時候 這外界反應是怎麼樣 你要回來之後再重新修正一次 然後我要放一個對於市政 我現在批評什麼市政做不好的時候 我要做什麼時候 那你放出來大家討論一陣以後 他就開始討論 那你就要再回來做一個討論 到底適不適合 如果他在這個宣佈參選之前 完全沒有做智商的動作 我覺得他的這種提出來的東西 政界會打得被打得滿頭包 因為你畢竟沒有實戰經驗 你每天只是去問一些人 那是沒有用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是講話最大的一個危險 然後再來就是說 現在這個民進黨的部分 已經是陳時中了 那陳時中這個就是等到時間 四五月我想大概就OK了啦 那你現在就是說 到底是陳建仁還是 我覺得那個是 前陣子有人在催 就是說就在講說 陳建仁要選台北市長 那現在就幫陳建仁安一個位子 但事實上 要做指揮中心的人 一定是衛福部長 如果你陳建仁 陳建仁副總統下來 可以做衛福部長嗎 我覺得這個太想像力太豐富了 一定是衛福部長做那個指揮中心的 反而你等於架空那個衛福部長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不大可能 那這些陳中參選就成為定局 那所以說我覺得這個台北市的局勢呢 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現在就是說接下來的這個 現在在炒的是比較中南部的 因為民進黨現在要決定 包括平東好像三月就要出選 然後這個幾個連任的首長 他可能也會盡快的清理戰場 然後提早提名 對 昨天確定的就是三個這個縣市 就是台南高雄跟嘉義縣 那高雄跟台南嘉義縣 高雄跟嘉義縣沒有問題 沒有競爭 台南縣就本來爭議很大嘛 對不對 就是說有人要 台南有人不服氣 對 那可是我過年前就講說 二月差不多底的時候就會決定了 那顯然這個民調已經做過了 覺得這個結果已經出來了 但是問題是 那你現在看到突然啊 國民黨很多人都想選台南市 那台南市本來就是民進黨 不然是有人說丟一個石頭 就可以這個林菲反而還是誰講的嘛 丟個石頭誰都會當選 可是為什麼突然台南市有這麼多人 國民黨的人出來選 你覺得為什麼 我覺得我現在就很擔心 這個民調裡面會不會有嘉辯 嘉辯並不是說指另外一個立法委員 是一個無黨籍的議長 無黨籍的議長跟 就是說他因為一些這個事情 已經被開出黨籍了 可是他還是有實力啊 他真的是整個議長 所以他跟國民黨合作 他搞不好就可以PK現任的事 而且他支持的是另外的人 所以說這個議長我覺得 就是說反倒是要看 你台南市這個議長的作為 到底是什麼 如果說這個議長他會挺國民黨的人 那你我覺得黃偉哲 你的實力當然就會 也是在台南也是滿意度也不低啦 但是你總比賴神也會有一點這個落差嘛 那沒有那麼大的一個強勢的這個力量 所以我覺得說如果你郭 郭信陽這個人 你沒有處理沒有安大的很好的時候 我覺得台南市會不會是一個困局 就是說也是一個艱困的選戰 這會出人意料之外 這個是很有趣 不是很有趣啊 對黃偉哲可能不有趣 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人會出人意外啊 就是說台南市事實上也可能有變數 對就是說 就是說因為你剛好一個議長 本來是支持民進黨 但是他被開除黨籍 他的活動力啊 這幾年你可以看到他都往台北 誰的活動力 郭信良 對然後郭信良跟另外一個人又比較好 所以說如果說國民黨那麼多人 這麼突然對於參選台南市長有信心 我就心裡面就會有一點狐疑 到底信心是從哪裡來 這個是我的想法而已啦 我只是說台南會不會有意外 好那南台灣事實上是民黨的鐵票區嘛 對 可是相對的艱困都在北台灣嘛 對 一級戰將叫做陳時中 那其他需要戰將的怎麼辦 需要戰將就是看你蔡英文的魅力 有多勸多少人出來嘛 因為你新北 新北林家宏是已經拒絕了 可是問題是新北的議員 又有連署要支持林家龍 那蔡英文意思也希望林家宏去選新北 那這樣可以有一個牽制的作用 那至於那些內閣 那些內閣閣員呢 在行政院已經引起一陣討論兩三天的 那個華然呢 就是沒有一個人就會成真啊 除了陳時中之外 所以我覺得這個 你還是要看那個選戰的 那個戰將的選擇啦 那你我覺得這個 大家就說 我美花一個部長 你起碼讓他選六都嘛 那你這張畫線 需要派一個部長去嗎 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桃園市 桃園市的部分 現在還是在請 現在還是沒有一個什麼大咖的人在考慮啦 那還是在全 所以表面上國民黨很弱 可是事實上民進黨也未必有強將可以打選戰 現在就問題所在 你會傳出所謂政務官連線 就表示說這幾個縣市 其實國民黨是很強 所以他們 或者民進黨找不到強將戰將 就是找到一個可以抗衡的戰將 所以才會所謂用集體的戰法去戰 但是物理這種戰法已經各個 已經各個部長 部長跟政務官都說沒有興趣了 沒有興趣的情況之下 你叫這些人下去選舉 會反而會很糟糕 所以你不如挑選一些這個當地的人 如果有興趣的話 搞不好他的活力十足啊 如果這次戰不贏下次再來 這也是常常練兵 也是民黨常常做戰術的方式啊 那我請教彭孝大哥 說我們很有可能在台北市看到 陳時中佔蔣萬安跟黃珊珊 是 這個當然以目前的這種態勢來看 陳時中出現的機率相當的大 但是呢 這個我覺得 大家都覺得 為什麼這段時間 藍白河 什麼藍白河 鬧得沸沸揚揚 然後又弄得好像有點不歡而善的樣子 說實在 這個 我覺得郝龍斌呢 真的是 比較直率的人 為什麼我說比較直率的人呢 他毫不保留的 把他內心的那種的 估計 跟他的擔憂 表露出來 他說什麼 他說黃珊珊 陳勢不足 敗勢有餘 換言之就說 重點在哪裡 敗勢有餘 他說黃珊珊如果堅持選下去 講萬安就很危險了 這個 坦白講 以郝龍斌選過台北市長 做了八年的台北市長 當然 他是有相當的了解 而我們一般 對台北市稍微了解的 或對選戰稍微了解 都知道說 這個 蔣萬安啊 就像一支什麼股票呢 叫做利多出境的股票 他最大的利多什麼 就姓蔣嘛 結果他一拿出來 被打得滿頭包啊 對不對 那個利多 都遙遙欲墜 第二個 這個利多出完以後 你看他還有什麼 他提不出什麼東西來啊 你講市政 你講得過黃珊珊嗎 而且說實在啊 黃珊珊有她個人的魅力啊 對不對 她不是像講萬安一樣 一杯白開水 你搞不清楚她什麼味道 對不對 黃珊珊有個性 有她的個人魅力 這種人在選戰裡面 她就是一個 她就是一個絕 別的不說好了 你看她在這個 原來在那個 新湖地區 她拿多少票 對不對 她算選市長 難道達不到15%嗎 不可能的嘛 所以 郝隆斌才會講說 她敗事有餘嘛 問題就在於說 你 蔣萬安的成敗 關黃珊珊 或者說 關所謂的白銀 什麼關係啊 蛤 對他們有什麼意義啊 沒有意義嘛 對不對 今天既然是不同的黨 當然是 兄弟登山 各自為例啊 陳時中呢 那可以叫利空出境 因為怎麼樣 因為 她看到了曙光的盡頭 現在 全世界都要準備要解封了嘛 對不對 那麼 在這種狀況之下 她功德圓滿的 能夠 這個 跳出這個漩渦 所以她也是 可以說利空出境嗎 我請教周醫師喔 陳時中到底是不是利空出境 跟疫情有關啊 可是今天 本土新增的案例仍然有18例 所以零星的傳染鏈 顯然 事實上還沒有完全的斷 那整個社會也要認真思考 到底我們要如何 跟現在的疫情跟病毒 來共處 我們目前看起來 從大數據裡面 其實慢慢注意到 新冠肺炎 從一開始的一些 武漢的一些原始株 到目前一系列的突變株 其實它有一個趨勢 就是無症狀的一個病患 不斷在增加 這意味著說 其實病毒慢慢的透過 它本身 特性的改變 讓許多人的呼吸道 有機會跟它和平共存 就比如說我們一開始 Omicron看起來 它來勢洶洶 會認為台灣的醫療系統 會崩潰 但是後來發現 原來它的分子結構 裡面一些特性 它會跟一些 大家已經了解 一個叫ACE2的受體 有強親和力 所以它會附著在鼻腔 臉膜 口腔臉膜 會讓PCR的篩檢 會陽性 但是很特別的 它不會去攻擊肺部的 一個叫TNPR SS2的一個受體 也就是說它會留在呼吸道的 上呼吸道 不會進入下呼吸道 這就造成說 我們目前這段時間 台灣的重症跟死亡 其實幾乎是沒有 很多醫院的一些防疫病房 幾乎只是一個選擇性的一個隔離 它可能一些咳嗽 一些上呼吸道症狀 可惜不會造成死亡 所以就意味著說 其實Omicron 或許是在目前整個 新冠肺炎的變種株中 跟人類相處最和善的 也就是說 我們還是會有一些人 會有突破性感染 還是有一些人 會被偵測陽性 但是由於它不會 引發民意的一個風暴 不會造成急性的肺炎 也不會造成 我們所擔心的 一個所謂的一個 很快的病毒相關的 呼吸衰竭 所以其實我們目前要做的 應該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基礎保護 怎麼來建立 要跟病毒共存 首先就是要基礎保護 所以基礎保護裡面 就有兩個層面 一個層面就是 疫苗到底要不要打 以及疫苗要打什麼 那疫苗的部分 我們先講 疫苗的部分 其實AZ大概已經出局了 因為我們目前看起來 它除了原始株之外 它目前對於Delta 或是目前的Omicron 或甚至未來 可能效果都有限 理由是因為 它本身的一個設計部分 針對Omicron多重變異 DNA當時的設計 它的疫苗 可能沒辦法預測到 竟然有這麼多的變異 同時存在的一個Omicron 所以目前看起來 希望是放在 MRNA跟Protein 那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MRNA其實大家 知道的問題就是說 我已經打了兩劑了 第三劑我可以再打 可能可以 那第四劑在哪裡 第四劑如果再打 MRNA的話 大家要面對的 就是第一個 它可能是原始株 打了三次的一個疫苗 那第四次再打的話 就沒有道理了 因為其實有些突變株出來 突變株需要不同的 MRNA設計 所以目前的話 大家第四劑 可能不會再像以色列 跟美國一樣 重複打相同的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 新的一個設計 新的設計 我們預測一個 不管是高端 或是Novavax 這個部分 透過比較安全的 蛋白質體的一個設計 來打的保護力 第二個就是真正 針對Omicron 所設計的MRNA 所以在這製造保護裡面的疫苗 很高興看到中研院 今天有提出 在動物試驗裡面 它透過針對Omicron的MRNA設計 可以增強37倍的一個保護力 不過再提醒大家 很多實驗室的東西 不一定會成為事實 因為目前只有在小老鼠身上 看到抗體的增加 我們期待的是臨場類像猴子 或甚至未來的人體試驗 真正去支持中研院的一個疫苗 是一個有保護力又安全 又沒有副作用的 不然大家還是不敢打 真的就持續保護作用 所以未來我看高端 應該會捲土再來 因為它勢必是未來 每年打一次的一個最佳設計 當然Omicron的特殊設計 的一些疫苗 其實輝瑞也有 我看起來中研院應該不是第一個 只是說大家在實驗室做 不一定要發表 第二是藥物 藥物的部分的話 抗病毒藥物 我看起來這些 不管是MSD或其他的 我看起來這些部分 可能只是一個過度時期 因為這些面對這些變種株 特別是Omicron 在輕症的一個情況下 再去吃 感覺上效果不是太好 反而去面對好的副作用 所以我們目前在講的 應該是一個後疫情時代 的一個面對 所以目前看起來的話 如果說這麼多的一些 輕症患者 根本不會變成重症的話 台灣應該要去做的 還是有系統的 有秩序的 逐漸解封 那這些解封的部分 我看起來 疫苗還是一個基礎要求 第二個部分 可能會有一些高階的 一些檢疫處所 也就是說 在這裡面它可能不是 放在一般的飯店 而是放在一個 比較有中央控管 因為台灣還是 沒有辦法去忍受 再有這些 頻繁的一些 外露的一些病毒 造成不可察覺的一些 傳播鏈 所以這些高等的一些 高階的一些防疫處所 可能不像醫院那麼 防衛的部分那麼森嚴 但是還是會希望 所有人有一個 專有的一個居住空間 在最低限度下 限制它的安全性 但是卻能夠減少 社會的一個調控 那接下來就是 經濟的復甦 經濟的復甦 大概就建立在台灣 未來能夠準備 多少的口服藥物 去下降這些 可能會面對的重症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昨天晚上 美國稅息CPIo 7.5個百分點 這使得股市大幅的震盪 當然40年來新高的通膨 我請教陳彥 使得華爾街立刻覺得 3月份真的可能升息兩碼 那也立刻影響到今天 全球股市的表現 對 因為原本華爾街預期 了不起再怎麼樣7.2 所以大家抱著一個僥倖的心態 會不會公佈 實際上是7% 再怎麼樣這樣都還不錯 但沒想到這個數字 比大家預期來的更為惡化 高達7.5 那而且這個是去年的高基期 還能帶來7.5 那代表通膨的情況 真的很嚴重 40年來最高 所以當然讓道琼這一波 已經跌了3.67 然後NASDAQ這一段也跌了10% 科技股的衝擊我覺得是最大的 因為本來還稍微反彈一下 S&P500也跌了6% 費半的跌幅已經超過一成 而且我們看到10年期公債殖利率 又持續的狂飆 已經突破2% 這個也當然這個部分 也讓恐慌指數 產生了很大的一個變化 但是有趣的事情是 我們本來預期今天台股應該開極低 就是說這幾天漲這麼多了 剛好又這個利空衝擊之下 但是沒想到台股還挺住 最後尾盤還漲了27點 我覺得還算是真的不錯 當然我覺得台積電也是功不可沒 雖然他今天沒有大漲 但至少台積電尾盤拉了一塊錢 我覺得還不錯 那聯電的部分算是持平 不過我覺得這幾天大家在擔心的矽晶圓 之前環球晶的這些議題 像台聖科今年能夠大漲 這代表整個半導體的需求還是很扎實 而且在這個Intel 他要拉攏這些高速傳輸 這個議題的情況下 翔碩今天也是有表現 那航空股今天 這這段時間表現很強 因為預期今年可能 航空類股在解封的情況下 今年搞不好可以賺個3塊4塊 當然帶來很大的一個利多 那利空的部分我覺得 因為最近的整個證券的交易量下來 影響到證券公司 這有一些 還有包括疫情 大家防疫相關的議題 好像越來越不是那麼重視 包括一些錯誤 莫名其妙的新聞 這種也會受到一些影響 這個就跌下來 當然整體來看 我覺得最近我們還是要特別去注意 在整個半導體市場 因為最近這個ESMO 我看氣炸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講到EUV 不管是極子外光或生子外光 這些其實都是這個ESMO獨家的作品 但是很奇怪 既然就是 這個中國 因為拿不到這個荷蘭的一個基金 因為美國不斷的施壓 既然就去偷竊取 甚至把人家的智慧安全 拿來盜賣 這個我覺得 還是要特別注意中國的動作 那現階段我覺得 因為中國也跟德國 跟俄羅斯的合作 讓很多的併購案失敗 環球晶我們看到了 包括NVIDIA我們也看到 那在這個情況下 而且環球晶併購試創失敗之後 立刻傳出來台積電 可能去捷克 去捷克 就不待德國了 這個確實一定會有影響 那當然有好不見 有壞不見得都不好 因為三星也受到影響 因為三星本來也要透過去併購嘛 比如說N字補等等 那這樣子看起來 他的併購計畫也受到一些阻擾 但我覺得這 因為這兩天公布了MACI台股的權重 大家會覺得說影響很大 因為我們又被調降 而且是連12降 那我跟各位講 這麼這兩年來 MACI沒有不降的 但是他的降似乎沒有真正的衝擊 沒有真正的衝擊 而且我們的政局局說影響很小 只有影響外資流動 百分之0.006 我一直在數那個0 到底有幾個 所以我覺得影響沒有大家想的這麼大 最主要還是在我們整個 晶圓大公 尤其是在台積電的部分 因為整個我們在看 整個晶圓製造 晶圓大公這個市場成長 未來幾年還是相當好 有百分之十二 那台灣還是能穩坐這個龍頭 將近七成 所以也讓台積電 元月份的營收能夠創新高 那聯電的營收也跟著帶動起來 也連續四個月成長 我覺得這個都是不錯的一個跡象 只是說總不能只靠晶圓雙雄嘛 台積電 聯電 鴻海你要站出來啊 你過去第三第四你要扛一下嘛 劉航偉說沒有錯 我們今年其實開陸陸續續電動車要量產 在美國在泰國都開始有機會 而且預估車用零件跟半導體的部分 未來都有十到二十八的成長 當然大家會擔心說 這個力訊很厲害啊 他不是一直急起直追嗎 不過我覺得劉航偉講一句話很有底氣啊 他說看起來簡單 實際上沒有那麼難 你做一個一千個沒有問題 未來你要做一萬個一百萬個的時候 能不能追上我覺得這是關鍵 那再來就是說 這個我們最後看到這個日月光的部分 大家會覺得比較奇怪 因為去年2021年整個EPS相當好 十四塊多 十四點八四 其實他賣場貢獻的四塊 這可能要扣掉啦 因為你不能每年都賣 所以他本業只有一半這樣子 你不可能每年都太過嘛 那當然我可是我覺得本益比其實還是OK 只是因為今年整體的 營收預估的成長力道稍微有點衰弱 我覺得是這個的影響 所以整個金融市場會擔心 第一個今年通膨跟升息 通膨升息 那美國股市一升息之後 會不會對全球的熱錢造成壓力 造成壓力 第二個台灣去年GDP很強 外銷訂單很強 剛剛點名的那些科技股去年營收都創新高 都創新高 所以他基期很高 那今年可不可以再成長 這個是大家的疑慮 尤其是在下半年 因為一旦整個供應鏈補庫存的效應 失去了以後 會不會反而變成衰退 就沒有再延續去年或今年上半年 這是大家擔心的部分 好 我們稍後回來 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